百年的三角形 看著古城 電現的新世面 新生的社區 感受到全新的建設 它都是 堵持到時代的腳步 三峽以前最做的出產是 煤炭 還有橘子 還有茶葉 碧樓村 那是後面的名字等等 那現在也有竹筍 海豬肉現在變得比較稀奇 也變得很出名 三峽島街 主要的就是 點媽咖 就是女兒牆 這個兩個是最為特別 那主廝廟在日本時代 就是我們信仰中心 不是只有讓人家拜拜 另外還有文化藝術教育的 觀光的多重功能 已經被稱為 叫做中方的藝術殿堂 以前三峽要出去外面 因為公路不方便 所以絕大部分從三峽 做勤勉車 台車到英哥 從英哥再換火車去台北 政府的都市計劃 就有一個台北大學的預定 突然突然突然多了起來 現在就很重要 公車那裡有十幾條線 發展到現在捷運也要通到那裡過 叫做英哥去 現在的生活經驗 確實是改善很多 台北大學城區跟三峽傳統世界這裡 這雖然是兩種不同 截然不同的一個聚落 但是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是相輔相成 那台北大學城區的新住民 當然也會對三峽傳統街區這裡 會有一定的一個好奇 那相對的他們也會來了解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互動 有很多老街上的這個 它過往的產業是經營染坊 在興盛時期三峽老街上 有十幾二十家的染布店 譬如像林茂新染坊 今年春染坊 或者是成河染坊等等 那三峽曾經是北台灣 很重要的染坊集散地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三峽山裡面 到現在都留有這個 一個藍藍的一個燃料植物 叫做大金 又稱為三藍或馬藍 一直到1999年的時候 在協會我們團隊提出 找尋失落的三峽燃 這樣的一個研究計畫 初期我們是從 這個人才的培育開始 因為需要了解這個技術 學習這個技術 才有辦法去傳承 慢慢的到現在 有這樣的一個 微星的產業的推動 以及開放DIY體驗 讓更多人可以了解 跟認識三峽蘭染 應該把它 這樣的一個傳統產業 再讓它復興 然後能夠把它傳承 讓蘭染這個 曾經消失的行業 在現在的生活中 很自然而然地 融入我們的生活裡面 三峽是我的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從來往之間 大家就相當的親切 搬上三峽區的水 應該是三明水秀這個地方 還是很適合去走的地方 三峽對我來講 是一個山雲西交會的美麗小鎮 它是一個很純樸的小鎮 我很喜歡這裡 就這樣 在 His hands 它聲音 傳統和天台雙年 百年三世不斷在進步